欢迎来到长江说流美,我是长老师 今天是11月2号,星期一 那国内的学生家长看到的就是11月3号,星期二了 那这一天呢,是美国的大选日 现在很多关注留学美国的这些家庭 还有尤其是自己的孩子在美国正在上学的这些家长呢 那么对美国的大选呢,很担忧 而且呢,想让我来讲一讲这次大选 对留学呢,会有什么影响 那今天我来主要讲下这个问题 好,第一,我想说呢 这次大选,不管谁当选 留学的政策都不会变得更差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如果是拜登当选 那么呢,他对很多的这个川普的一些移民的政策 国际的政策都会有改变 甚至是反转 所以拜登当选是会对留学是有好事 而且拜登这个人呢 他的太太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所大学 在社区大学里教书教了20多年 他自己呢也是唯一的一个是就是还是活着的这个总统副总统这个级别的人呢 被他的母校呢 就达瓦尔维尔大学呢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学院的这样的人 所以他呢对教育界的联系的是非常多的 如果川普当选 为什么说不会变得更差呢 因为川普在最近的这段时间 你说是因为疫情啊 因为是拉选票啊 因为要连任呢 所以他其实呢在很多地方呢 做的呢是非常过的 比如说呢在10月份 在10月9号和10月25号分别发布了两个对于国际学生 对于工作签证 对于OPT的这种政策的一个提议 就是说他没有实际上实施 是提议说可能这样实施 那么他这些动作呢 其实呢就是为拉这些 所谓叫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这种反对移民的这些 反对外来移民的这些人的这种选票 那么美国的这种教育政策 国际学生政策 移民政策 它是一个长年以来形成的一个平衡 因为这里面 比如说像亚马逊啊 像Facebook啊 微软啊 他们都要招很多的这些国际学生 有人说呢在硅谷 清华的毕业生就有两万五千人 那这是很多的一个力量 那么你如果没有这些人呢 其实你的这些高科技公司呢 它是很难办的 你像现在这个 你像谷歌的CEO是印度来的 微软CEO也是印度来的 那么很多大公司 就连像Visa这个公司的CEO 都是海外的第一代移民 你如果是把这个人才给掐断了的话 那么对美国呢 是会有很大损伤的 那么这件事川普也会知道 他的智囊团也会知道 但是呢他现在做出这样的动作呢 其实就是为了来拉这些选票 那么等他 如果是如果是川普当选 那么他在很多地方呢 我认为呢是会往回走的 是会让他呢变得更加的中和的 而不是会呢更加走到极端的 因为你现在有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好 有基金技术的发展也好 那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一流的人才 而美国的STEM专业 就是理工科专业 他的50%的博士生都授予的是国际学生 你说你要想让 根据肤色来 你说白人也好 黑人也好 你让他去 因为他是长得白 他就能够当医生 或者能够当这个研究人工智能算法 他不一定的 他没有这种很好的这种树立的训练 他达不到这个程度 所以呢 我想说的是一个确定的一点呢 就是留学美国的政策 美国对外对国际学生留学政策呢 不会变得更差 而且现在呢 其实中国到美国留学的 现在最大的一个障碍呢 是签证不开 签证不开呢 那你有川普大选的问题 也有现在中国驻华的大使辞职离任的问题 也有呢是疫情的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呢 都都是在解决 所以呢 我想跟大家说呢 在大选之后 只要尘埃落地 那么甭管是谁当选呢 留学美国政策 都是会最更好 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他就是一个 留美政策的一个最低点 那么第二点呢 我想告诉大家 今年的申请季呢 已经正式开始了 昨天是10月1号 对吧 像我女儿的异地 就是昨天都发出去了 那么你是申请的异地也好 转学 比如加大的转学呢 10月30号就到期了 那么美言呢 现在也是要紧锣密鼓的 要来申请了 所以希望这些家庭呢 有对刘美 有这个愿望的这样的家庭呢 能抓住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因为现在呢 其实学校也很着急 所以呢 你抓住这样的机会呢 你先申请 然后到了明年的5月6月 你再来决定 你可以呢 是多国申请 好 第三件事我想告诉他呢 大家呢 就是 现在也有一些什么微信公众号啊 也有一些媒体啊 说美国人都现在买子弹 什么子弹都脱销了啊 什么 不要相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呢 刚才刚出去到 我女儿儿子的学校 把他们接回来 那么呢 该上学上学 校车该跑还是跑 现在都是正常 而且在美国呢 现在的这个大法官也 就位了 那么呢 大家呢 也都积极的来勇于来投票 所以在这里呢 不要说 担心说 美国就会内战了 就会天涯大乱了 不要这样 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我想跟大家提醒呢 在后人的 我们支持的 刘美的学生的家长群 大概小100个群 各个地区的 各个阶段的 这些家长 都在这里 那么呢 如果你有担心呢 也可以到这个群里 跟大家来沟通 我们呢 也会 每天都会更新 还有一个呢 我在我的文章里面呢 会跟大家说呢 给你们一个 后人的紧急的联系的方式 是我们的客服的部门 就是后人学术哥 他的微信号叫 后人咕噜 三号 那么如果在美国呢 你有任何的事情 有任何的 这种 你说是学业的危机啊 你说是有 有对暴乱 对什么 有有这种担忧 你都可以随时联系 我们学术哥 后人学术哥呢 是二十四成七 来服务我们的留学生 服务留学的家庭的 所以呢 不要担心 那么如果你的孩子 现在还在美国呢 那么你也跟他来 好好来沟通 你多问一下孩子 现在看到的美国的情况 而不是呢 要去听那些无聊的 这些媒体的 这些吓唬人 好 那今天呢 我就主要就想跟大家说呢 不要担心 我认为到现在是 留学美国的 这个整个的这个产业 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最低点 不管谁当正 政策都会会变得越来越好 好 那如果呢 你有问题 有疑问 或者有什么其他想让我讲的呢 可以留言 如果你有留美的任何的疑难杂症 申请美高美本美言转学 或者有的哪个学校 哪个选校 你吃不准 可以呢 私信我 我呢会尽量来解答 或者安排我同事来解答 好 那最后呢 祝大家呢 能够孩子在美国留学的都能安全 申请的学生呢 能够拿到你的好的一个offer 好 那最后呢 谢谢大家来电赞和转发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再见